你别小心吧 我先给你发的邀请啊 我知道你巴双看了 别看了 你过来吧 我等你啊 上次把你拦下了 我这心里边就 老是过意不去 今天呢 贝利桌自制火锅 专门赔个不是补偿一下 请坐 请我吃饭 小老板 多年以前在小院子里面 你就请我吃火锅 这么多年过去了 拜托你有点掌镜行不行啊 好歹请我吃顿大餐啊 如果是损我的话 能让您开心 那您天天损我 来 云天兄 咱们第二次 建立联合统一战线 好不好 不好 我早已失去了 对你的信任 咱们这叫互相失去 但咱们可以为了 同一个目标 重新走在一块 家电下厢 政府的事你操什么心啊 我从这里边啊 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商机 现在啊 各行各业都不景气 你说政府它搞家电下厢 它是为了激活市场的 它是看到了农村这个 巨大市场的潜力 国家搞家电下厢 咱就搞以旧换新 你把你的云天商城 跟那几大厂家联合起来 你不是还抢了个流基地吗 你就以仓库为据点 就搞以旧换新 多好 听起来不错 但是在农村 上往率高呢 再说了 这乡镇之间多分散啊 光这运输费 就可能要得盈利 利润在哪儿 云天商城不干 没有利润的事 要不说你这人 怎么没力十足呢 考虑不周全 还有我呢 你呢 我这有车队你别忘了 你当时不是想了 小光快递的物流基地吗 那你赚钱了吗 你没赚钱 你图什么 图个热门 图一个 舍命赔军司